2010年总统人选究竟是谁 目前各界议论纷纷 而曾经传出了要参选的红人集团董事长王文阳 跟民进党呼声最高的蔡英文同台 不过两个人同桌却是互动很少 王文阳否认有参选的打算 但是他在台上却不断的谈到台湾的走向 映然是在发表自己的证件 我知道他很猛 我是不过想像他要 你更好 同学 好了 他更好 对 政坛小龙女对上企业扛霸子 王文阳蔡英文会场上互相恭维谦让 互动相敬如宾 坐在同一桌却几乎没交谈 有距离是不是因为2012两人角色太敏感 2012的总统是谁 我没有这个想法谢谢 我没有这个想法 你有听说听我说过吗 我没有这个想法 男人有可能会从政吗 我没有这个想法谢谢 他有 私度否认选总统 不过10分钟的发言 从霸凌问题 政治情势 再到财经地价 王文阳具细迷移 似乎谈的正是自己的参选政见 从台湾的政治首都搬到台南去 台南本来都是台湾国家中心的 台南做什么 做华盛顿DC 台北做什么 做纽约 这样港北很快 千多议题说的头头是道 王文阳说不选2012 留下的想象空间很大 相较之下 身为党主席的蔡英文 眼前要处理是同志李婉玉投错票的问题 党团的决议 那么党员就必须要遵从 而且要一致性的投票 那如果有违反党团决议的 那我们就用党纪来处理 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例外的空间 蔡英文对内展现铁的纪律 对外面对可能的参选对手 选择低调迎战 中天新闻陈宇凡 黄婉珍台北采访报导